大家好,我叫姚佳琪。 今天要告诉你台风登陆的时候怎么办? 你要看新闻,因为新闻告诉你台风什么时候登陆, 也告诉你台风在哪里登陆, 也告诉你要不要上班,要不要上课。 如果台风太危险,你可能放假。 你要准备什么东西? 可能有黄水,所以你要准备水, 因为你不可以煮饭用黄水。 你也要准备牛奶、食物和面包, 因为你不可以出去,太危险去买东西。 如果在家太危险,你要带雨伞,穿雨衣和雨鞋。 如果没有电,你要有手电筒,也要减持。 台风创造什么问题? 因为台风的时候有下大雨。 应该有的地方有厌水,有的地方也有涂湿流, 有的地方也有晃水。 所以,放假不可以出去。 因为很危险,你要在窗户放宽缴带。 你也不要在窗户的旁边,因为窗户会破掉了。 因为台风的风太穷,你不要骑摩托车,摩托车会降下来。 雨伞会花开了。 谢谢大家。